可以寫過去也可以讀取 不過刪除跟修改的部分 刪除跟修改其實 假設你程式不會寫 因為程式相對的比較冗長一些些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找出他的key 因為他的key是 隨機產生的 這個key 各位可以發現前面這邊這個key 這個是他自己隨機產生 我們不可能知道說這key 裡面到底存什麼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用查的 比如說哪一個號碼 他的id是多少插回來 但如果說你要刪除某一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如果你不寫程式 他可以直接怎麼樣 游標放在這邊 這一筆如果不要 點下去嘛 刪除掉不就好了 有沒有 這筆不要的話 刪除掉就好了 不過前提你可能需要有一個 什麼啦 一個畫面 你在電腦上面 做刪除 也OK 手機上呢 你也登錄這個Google帳號 這個file base也可以啦 直接在手機上 或者在 電腦上面都可以做刪除 可是如果你希望在 城市裡面做刪除的話 怎麼做 第一個啦 我再把資料 再把它 寫過來 再把它 增加 也是一樣 放123 三個測試資料 到那個 雲端上面 不過我這邊是我自己的電腦 連線過去 但是我發現我那邊連線好像比較慢一些些 如果你有印射 你有把它加進來的話 有點像 前面那個 Sicco Lite 一樣是 insert into 它會自動加 而且如果你有加進來 它會馬上顯示出來 一筆兩筆三筆 只是 這邊好像又有點連線不太 不太順 這個 我那邊的電腦 奇怪 連file base 速度就會卡卡的 可能有時候要跑個幾次吧 那 丟上去之後呢 假如說你要把它刪除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delete的方式 只是delete 這個程式會稍微比較 冗長一些些 那我一樣有把程式寫在那個 我的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待會 假如都會刪除部分 這個部分想要了解的話 乾脆 直接先從那個雲端上面把它複製下來 再做修改 那裡面的話 我大概說明一下 主程式是從這邊開始 上面這個的話呢 是 我們自己寫的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 開頭一定是def 它的 function 它的 自立函數的名稱 叫check key check key意思說呢 我要從什麼呢 從我的號碼 我的編號 去查到它的 我們那個亂數產生的ID 所以 當我要刪除某一筆資料的時候呢 我可以怎麼樣 這個底下都一樣 一樣是input 那個file base 一樣告訴它哪個網址 一樣是取得一個 fb的物件 花耀觸我們前面講過啦 它一直跑 直到那個 False 那一樣怎麼樣呢 第一個 先去抓到 我們的students 然後 頂多是這邊有個input input就讓使用者 輸入個編號 那編號的話 Enter之後的話 它會取得 比如說我要刪除 1號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把1號的號碼呢 直接轉成int之後 丟給它這邊判斷一下 它可以幫我做什麼呢 去key裡面找找看 找什麼呢 找這裡面的 Lamber 這個key裡面的 Lamber裡面 對應到的那個key的號碼 把它轉換回來 就是 透過 那個號碼去 查詢那個 id 那把那個id給抓回來之後 再去做刪除 那刪除的地方的話就是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有刪除啊 我們yes yes的話 就利用FB裡面有一個方法叫delete 把這一筆記錄呢 後面加一個他的id 就直接把它刪除掉了 這個我想稍微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你可能要先告訴他說 你要刪除的是哪一筆資料 那我這邊demo一下 第一個可能要先把 這個資料先 丟上去 今天這個遠端的 連線狀況不是很好 OK那請各位 先稍微把那個delete的部分 先稍微試一下 你要刪除 直接從這個地方可以直接刪除 修改其實也可以 直接 從這個地方點兩下 你也可以去修改 比如說 李什麼 李天龍 你也可以直接把那個名字 改一下李叉叉 OK Enter一下 這樣也可以做修改 那只是說呢 你當然可以透過Lamber 去做 知道要修改哪一個人 的一個相關訊息 所以如果說假如我們要 做修改的動作 其實跟刪除 程式其實 差不多 需要的就是 第一個 你要跟他講說 你要 告訴我 告訴我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你的座號是幾號 所以我執行起來 我看一下 因為剛剛 連線有點 不是那麼穩定 基本上應該是 要顯示 在這邊 請輸入那個座號 那如果我輸入座號之後 他問我說 你要把他的名字 改成什麼 改完之後 這邊出現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 1號 1號的話 他會 輸入1之後呢 他會丟到這個 自定函數裡面 幫我找到他的 Key的ID 把這個Key的ID 幫我 傳回來之後 讓我知道 要改的是哪一個ID 所以我1號 Enter一下 他會問你說 原來的名字 是李XX 那你要把他改成什麼 比如說我要把他改成 叫 李小龍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改成李小龍 OK 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把 剛剛我找到的ID 裡面的李XX 這個Name的部分 改成李小龍 如果正確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他會把雲端上面的 會顯示出 已修改完畢 的訊息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再到雲端上面看一下 你會發現 他馬上就變李小龍了 OK 應該可以了解一個道理 當然 如果你實在是 不想要去寫那個程式的話 直接從這邊也可以改 那只是說有的 有的地方你不可能讓 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進到這個畫面去修改 所以你必須要提供給他 用程式的方式去做 做變更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兩段程式 一段是Delete 一段是Edit 你會發現 程式很多地方都一樣 請各位自行再去做修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基本上的Filebase 如果你能夠 學會 新增 把資料放上去 再把它讀回來 然後呢 再把你需要刪除的 那個紀錄刪掉 跟 修改 某一筆紀錄的話 我想大概 用來用去 這些就已經 綽綽有餘了 甚至你可以 把我們之前 教過的像什麼呢 像那個 猜數字遊戲 你也可以怎麼樣 建一個 在雲端上 讓人家去猜 大家連線上去 大家開始猜 猜的話 寫一個數字上去 就是Input 那如果人家要 猜的話 一定要先 讀取 那個數字 但是先不能讓使用者知道 然後去判斷 到底對不對 對了之後的話呢 誰 誰 先答對 那你可以 可能進去之前 先讓他輸入他的帳號密碼 然後 最後顯示出來 Input 已經有人答對了 就把他再輸出到他的畫面 告訴他 某某人已經答對了 如果你要把他存起來的話 你也可以把資料 再Input 輸出到 可能另外一個 專案的位置 比如說這一次是誰對 那可能比個十次吧 看誰 誰領先 那你也可以顯示出來 類似的樣子 其實 資料庫用來用去 大概都不會脫離 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大概用來用去 不管是哪一種資料庫 其實以前我的經驗 大概你只要懂這四個的應用 大體上 大部分的專案 都能夠滿足 無論是你今天是寫什麼樣的專案 其實說真的也不用把專案寫得太複雜 寫得太複雜 自己也沒辦法維護 而且邏輯最後也容易錯誤 OK 所以請各位 試著利用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然後 因為 時間的關係 開個頭 Filebase 這個未來其實延伸性很大 手機的App 跟VBA 都可以搭 那Python後面還可以再做很多的應用 甚至跟前面講過的遊戲結合 那希望能講的Python部分的東西還蠻多的 那只是說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 下午的話 變成本來我們是 課程睡 如果可能拖太久了 想說 要不要就乾脆下午就把它解決掉了 所以下午的話 那就輪到各位 哎 當然不要擔心喔 不會下午會不會都沒有人 酒跑光 很輕鬆的 反正你沒有東西沒有關係 你就 心得分享啊 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你可以提出一個構想 可能你想做什麼 然後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些技術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做技術支援 那其實呢 一個專案要完成 絕對不是說 一朝一夕或一天兩天就可以馬上把它完成 一定是 像我以前學學習成立程式 一定先把東西先放在腦袋裡 我想要學 我想要把這東西做出來 但是我知道這個東西絕對不是一天 馬上可以做完的 那我可以慢慢醞釀嘛 醞釀嘛 就像我出國的心情也是醞釀 其實我想要去 搭新幹線這件事情 已經醞釀好幾年了 好幾年前就想說 這東西太 太奇妙了 哪一天我可以去看看的話該多好 那就醞釀嘛 但有一天 時機成熟了 天時第一人和 OK 那當然就可以付諸實現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醞釀喔 然後你要把這事情當一回事 就有一天可以實現 很多事情不可能說你今天想要就馬上得到啦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也沒有說 一下子你馬上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啦 想要做YouTube也不那麼簡單的嘛 對不對 還要會很多東西喔 除了要搞笑之外 還要內容 還要會剪輯 有有有我會剪輯 因為要印證工作做什麼 去做這些東西 現在連工作裡面可能都需要你要會YouTuber 你要會 這些東西 所以 他現在可能技能要求的 很多種 今天要 印證 他是說今天在技 所以你看很多 因為現在很多行銷工作 他可能 甚至現在也有到行銷工程師 行銷就行銷 行銷 行銷還要工程師 行銷怎麼跟工 以前是行銷人員嘛 現在他加一個工程師 為什麼 因為行銷人員不是 只要能 會 會行銷的知識就可以了 還要會工程的東西 因為很多都IT的東西 像手機行銷嘛 對不對 還有就是說網路行銷YouTube行銷 等等的這些東西 所以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當然就可以 把它變成一個新花樣 學也不用學 不用學一大堆 用不到的東西 其實反而會麻煩 最重要是 學該學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 新增到Filebase 所以第一個 你今天一定要學會什麼 Filebase 至少你要能夠登錄進去 能夠建專案 對不對 專案其實就是一個資料庫 第二件事就是你要能夠把資料放上去 抓回來 刪除跟修改其次 慢慢再去做一些變化 自然你就可以有一些東西 在後面你可以思考 怎麼再去跟其他平台 像手機 比如說你弄了一些東西 你老闆在手機裡面 也可以裝一個App 也可以看到的話 他會覺得 太厲害了吧 你可以控制很多技術了 這技術其實都是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商業模式 真的是可以賣錢的 而且有人每天做就做這些事情 那VBA也是一樣 其實還可以結合 Exale裡面的VBA 在 VBA本身也可以再去 網路上抓資料 不過 我想這部分 想要講的東西很多 但是時間可能 不太夠 那這一期我想就 可能就 先到這邊 先 也不是結束喔 我想是另外一個階段的開始 所以下一個學期 會有一個新 又一個新的嘗試 新的東西出現 下學就算進階了 對啊 算來學算進階 下學期當然會延伸到那個 Jungle 就架站 不過架站裡面 還有相關的知識 裡面呢 也會把他套用進來 可能也是這學期知識的延伸性 所以你要學完 學完這個課 而且能夠真的把他學熟之後 下局的銜接可能才 比較沒有問題 太多東西可以去搭配的 主要當然我們課程內容設計 除了有一個固定的大綱之外 那當然我會動態針對目前可能 業界可能比較需要的技能 再做一些加入 這些元素進來 所以 這部分的話 等於是 寒假的部分 如果有繼續修 有選到的同學 可以 把那個寒假 利用寒假時間 把這部分呢 可以再把知識補足 下學期學習的話 可能會 更加的 比較沒有問題 OK 先中午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